是什么让时代要被吓尿 原来是他 开辟的使者混沌战士 并且召唤及攻击 看老子连环突刺 瞬间搞掉羽毛人 时代生命值降到800 接着路人要发动混沌战士的效果 当其成功破坏怪兽时 可以再次进行攻击 我靠歪皮 那玩意当年不是白板吗 三则表示长得像 但确实不是一个怪兽 路人玩得怕不是假王样卡组 老子不管 能赢是王道 既然如此时代也开始造卡 凭空变出张英雄屏障 让被消灭的羽毛人挡下攻击 居然没奏效 效果给观众说下 时代不想解释 反正老子能狗过去这回合 行行行 让你狗 时代总算松了口气 但看着眼前的怪兽 时代瞬间不想玩了 突然羽翼粒子球出现 他要开始激励时代 于是时代自信点满 顺便发动神抽技能 他表示要在这回合搞掉路人 老子不信 魔法卡沉默的死者 可以从目的一手被召唤羽毛侠 接着发动二重魔法 通过丢弃一张魔法卡 就可以使用对方目的的魔法卡 而时代选择的自然是融合 不愧是本剧的融合老魔 一场排局召唤两次 因为摩天大楼攻击提升1000点 时代搔手一指 老魔俯冲而下 瞬间搞掉混沌战士 接着发动其效果 将被破坏怪兽的攻击力 化作伤害给予对方玩家 路人甲生命之归零 跳过时代的经典语录 路人直接跪倒在地 看着王阳的牌子 路人感觉是自己的排击不行 这是学院的南部湾出现 确实 他人的デッキを 勝手に持续出したことは 許されない行為だ しかし その無刀遊戯のデッキが戦い 力を発揮する姿を King of Duelist 無刀遊戯のデッキを あれだけ使いこなすなんて すごいぜ神楽坂